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光紧定阿富汗周边邻国 而众邻国纷纷表示是爱莫能助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阿富汗问题特使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乌方没有签署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乌法律也没有规定可给予任何人难民地位 因此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任何理由 为阿富汗公民提供庇护 乌兹别克斯坦媒体强调 如果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持续增加 这对经济实力不强 且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中亚国家来说 将是个大问题 塔吉克斯坦亚洲之声通讯社早在20号就报道指出 阿富汗局势变化可能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塔吉克斯坦 而塔方完全没有做好接收的准备 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则表示 巴基斯坦多年来已经接纳300万阿富汗难民 塔方认为阿富汗难民的处境 都是美国处于一己之私而造成的 美国必须承担起清理阿富汗乱局的责任 目前只有伊朗在接受难民问题上的表态相对积极 伊朗内政部宣布 已在与阿富汗接壤的三个省份准备临时住所 将在确保防疫的基础上接收难民 据伊朗媒体报道 目前约有300多万阿富汗人生活在伊朗 其中包括约78万难民 60万持伊朗签证的阿富汗护照持有者 和200多万无证件的阿富汗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2号表示 对于曾为西方机构工作的 等待离开国家的阿富汗人 土耳其不会承担作为第三方国家的责任 埃尔多安重申 已经接纳了500万难民的土耳其 无法承受额外的难民重负 他认为欧盟在难民接纳问题上 对土耳其有额外期待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土方经常抨击欧盟没有遵守双方 在2016年签署的难民协议 埃尔多安警告说 土耳其无意成为欧洲的难民仓库 据路透社报道 由于土耳其政府加紧努力 以阻止难民涌入该国 设法徒步经伊朗 到达土耳其边界的阿富汗人 可能面对三米高的围墙 壕沟或铁丝网 报道称 土耳其计划今年年底前 将2017年开始修建的边界墙 再增建64公里 其余560公里边界线 修有壕沟并布有铁丝网 还昼夜不停地展开治安巡逻 欧洲内部也因难民的问题争论不休 奥地利是最先明确拒绝 阿富汗难民的欧洲国家之一 总理库尔斯明确表示 他任内不会同意奥地利 接收更多阿富汗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0年数据显示 奥地利境内现有4万多名阿富汗难民 在欧洲仅次于德国的14.8万名 针对阿富汗难民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 法国必须做好准备并保护自己 防止大规模的非正常移民流动 马克龙称 这将助长各种形式的人口贩卖 法国将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 立即采取有力协调和统一的应对措施 统一保护难民的标准 并与巴基斯坦 土耳西或伊朗等难民可能中转的国家建立合作 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 德国无意从阿富汗接收大批难民 范围限于直接向德国提供了大量帮助的人 默克尔指出 那些不在德国政府撤离名单上的人 德国的考虑是让他们在巴基斯坦等阿富汗周边国家 获得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 对此德国将给这些阿富汗邻国提供帮助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海外军事基地收容阿富汗难民的方案 就在24号 美军驻德国军事基地已基本准备就绪 他们在腾出机库摆上检疫的行军床 但这种形式并不是长久之计 但后续难民的安置问题 美军尚未给出详细方案 美国驻军基地可能安置难民的消息 让韩国舆论一片哗然 韩国民众反对利用驻韩美军基地安置阿富汗难民 另据韩联社8月25号报道 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 韩国将接纳380余名阿富汗人 他们将于26号搭乘韩军运输机飞抵韩国 韩国外交部强调 这些人不是难民而是特别贡献者 韩国总统文在寅25号 就帮助曾为韩国工作过的阿富汗人 及其家属撤离仪式表示 这是韩方对曾出手相助的阿富汗人 所尽的道义上的责任 阿富汗难民问题包含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历史难民 人数大约在600万左右 第二部分是由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直接引发的难民潮 现在美欧国家以防范恐怖分子入境等理由 相互推诿 不但暴露了他们的冷漠和自私 更可能造成难民中的绝大多数人离不开阿富汗 好在阿富汗塔利班再度表示 愿意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的平安 难民中许多人受过良好教育 有一技之长 如果阿塔切实兑现上述承诺 他们或许还能为阿富汗的经济重建出力 我们看到由于多国在喀布尔国际机场上演 大逃亡 民用飞机无法降落 接受粮食援助的输血款被切断 到9月阿富汗的粮食或将耗尽 在阿富汗北部的潘杰西尔省 阿富汗副总统萨利赫 以及当地军事领导人 艾哈迈德马苏德麾下的武装力量 仍在与塔利班对峙 据俄媒估计 塔利班至少有6000名步兵参与进攻 抵抗组织则拥有1500至3000名士兵 塔利班在数量上占优 不过潘杰西尔峡谷一手难攻 抵抗组织作用地势优势 你们现在在这一地区总共有多少士兵 多少人参与冲突 潘杰西尔省的各部分 都有我们的士兵守护 我们的防御没有漏洞 据俄媒报道 塔利班派出的谈判代表团 已于24号抵达潘杰西尔 与抵抗力量展开谈判 阿富汗正常的生活秩序 正在缓慢恢复 在北部巴尔赫省首府 马扎里沙里夫市的这所学校内 全体教师回到了异常空旷的教室 您可以看到 所有的老师都来了 但学生的数量令我吃惊 许多人在塔利班来之前就离开了 有的人逃回家了 回到邻近省份 另一些人则逃到了国外 塔利班第一次掌权时 女性被禁止学习和工作 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之后 在阿富汗的公立学校 男孩和女孩只能一起学习到六年级 然后会分开上学 私立学校则一直实行男女分开教学 阿塔再度掌权之后 女性是否能拥有受教育 外出工作及独立出门的权利 受到广泛关注 有的要求是让女性能够继续接受免费教育 继续在大学学习 让女性能够考上大学和学院 服务于社会 小企业正在努力生存 即适合香药店开放 但买家很少 生意亏本 许多人甚至学童都在做搬运工 一些出于安全原因 从这里离开的家庭又回来了 并面临经济困难 情况很糟糕 阿富汗国内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 阿富汗人口袋里的钱正在减少 而且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取钱 以前卖500阿富汗泥的东西 现在卖到700了 所有银行都关门了 我们拿不到工资 由于机场实施飞行管制 救援物资难以运入阿富汗 世界卫生组织23号表示 包括手术设备及营养补给品品 在内的500吨医疗物资 无法运到阿富汗 正通过四种路线向阿 运送粮食 但仅半数物资送达 冬天即将来临 道路会被大学所覆盖 必须尽快把粮食放进仓库 目前阿富汗储处备有约2万吨粮食 估计勉强能撑到9月 若要撑到12月底 还需要5万4千吨 目前占阿富汗总人口一半的 1800多万人靠外国援助的粮食糊口 而儿童粮食安全状况 正在齐聚恶化 当地时间24号塔利班发言人 苏海尔沙辛发出一条推特 是时候卷起袖子建设阿富汗了 在推文中 他还附上了一段工程车修路场景的视频 24号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 扎比乌拉·穆贾西德 在喀布尔媒体中心召开第二场发布会 发布会上穆贾西德称 塔利班以任命部分人员 带行政府部长职责 银行和货币兑换点预计于26号开始营业 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逐渐恢复 塔利班将与国际医疗和卫生组织 合作提升医疗服务 并根据各大中小学的情况协调复课事宜 塔利班继续呼吁卫生医疗 交通和安全部门的公务员返回工作岗位 事实上 重建阿富汗最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钱 据前阿富汗央行行长艾哈迈迪透露 阿富汗央行的储备资产几乎都在境外 阿富汗央行拥有的资产总额达90亿美元 其中70亿美元以现金 黄金 美国国债券和其他纸币的混合形式 存放在美联储 其中黄金有21.9吨 价值13亿美元 据称这1731根金条 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中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 这些储备能够让阿富汗支付15个月的进口产品 不过美国政府在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当天 就冻结了这些财产 有西方媒体指出 阿富汗作用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战略矿产资源 可以在重建经济中发挥作用 德媒称这些资源中潜力特别突出的 是用于移动设备和电动汽车电池的礼仪 23号塔利班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表示 阿富汗有礼等丰富的矿产资源 而韩国引领全球电子制造业发展 相信双方可以共赢 不过有分析认为 多年战争冲突下 阿富汗的基础设施遭到大量破坏 要在此建立一个高效的采矿系统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在可预见的未来 阿富汗经济或仍将严重依赖外国援助 来看到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决定 将通过海底隧道排放核污染水 与此同时 围绕日本形象的公关方案 也是一并出炉 环环相扣 套路满满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24号报道说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决定 通过海底隧道 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 排放至近海 报道称 日本政府和东电研究过两种核污染水排放方案 一是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距离核电站 一公里左右的近海 二是直接从沿岸排放 而最终双方敲定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是可以更容易扩散核污染水 据悉 东电计划9月进行海底状况调查 最终在2023年春季完成海底隧道建设 当前状态下 福岛核设施每天会产生140吨的核污染水 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 储水罐内积存的核污染水 已达约127万立方米 其中七成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 超过日本国家排放标准 需要使用多核素去除装置 降低浓度 但由于放射性物质穿 无法靠现在的技术手段去除 日本计划使用海水对处理后的核污染水进行稀释 此举引发多方不满 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指出 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 从排放之日期57天内 放射性物质将扩散到太平洋的大半区域 三年后 美国和加拿大将遭到核污染影响 十年后蔓延至全球海域 24号 日本政府对排放核污染水 可能造成的日本形象损害 商讨对策 内阁官方长官加腾盛信表示 要战胜不利言论 创造一个可以安心继续事业的环境 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后 如果出现日本渔业形象受损 海产品需求下滑 国内外销售减少及价格下跌等情况 日本内阁考虑设立基金 用于购买来自福岛县 和日本其他地区的海产品 不过这一表态 并未消除渔业组织的不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核污染水的危害 日本一直在避重就轻遮掩美化 却花大价钱进行公关 日本复兴厅去年12月 公布的预算计划中 就将公关费用大幅提升至20亿日元 在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 2021年4月13号当天 复兴厅发布提前设计好的 吉祥物海报和视频 紧接着日本复兴厅还发布了 消除风平方案 国内外兼顾宣传 核污染水无害 同时日本重视国际社会权威声音 重点对他们实施高层公关 主要公关对象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等 复兴厅每年还会联合日本外务省 组织针对福岛的海外媒体采访活动 诱导海外媒体发表 有利于日本的报道 这笔经费也都来自 复兴厅的公关宣传预算 就在此次核污染水排放方案 敲定的两个月前 日本复兴厅再次推出 对福岛的探访 25号韩国国务协调市长 聚愿哲对日本排核污水入海 深表遗憾 好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素揽 受新冠疫情影响 韩国政府24号商定 将于2022年开始大幅增加 疫情补贴的预算 增加的额度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 其中20万亿韩元 约合1100亿元人民币 用于帮助疫情下陷入困境的青年 此外 针对多子女家庭的支援 也会增加 低收入家庭从第二胎开始 可以免费上大学 家庭总收入 不到全国中位数收入两倍的 多子女家庭的第三胎 可享受上大学后 由政府资助全额学费 俄罗斯达基斯坦共和国的 卡拉达赫峡谷 是当地有名的旅游地 近日 该峡谷突遭暴雨袭击 引发泥石流 至少三名当地民众 和两名游客被冲走 汹涌的泥石流 冲毁了道路和桥梁 一些车辆被轻而易举地冲下山坡 大卡车也被推进河里 交通完全中转 当地紧急情况部的工作人员 警察和居民都已纷纷加入搜救工作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3岁女子 库布拉·多根在一座公寓楼顶 拍摄视频时不甚至 在一块一秒板后坠楼身亡 据报道 库布拉为了拍下日落的景象 和表妹一起爬上了屋顶 库布拉在屋顶上摆出各种姿势 随后便坐在屋顶边唱歌 不料他突然砍碎了屋顶的塑料板 直接从50米高度坠落 当场死亡 在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降生的 旅日大熊猫双胞胎 已满两个月 据原方最新的测量结果显示 雄性大熊猫体重3159克 体长43.5厘米 雌性体重3245克 体长44厘米 健康状况良好 目前原方正在对官网 征集来的名字进行统计 经探讨后 由东京都政府决定两只幼崽的名字 近日 在泰国考埃国家公园 一头雄性大象 误以为入口处的一个雕塑象 是情敌愤怒地进行了攻击 将其撞翻在地 据悉 这座雕塑是由岩石制成 大象看到后将其撞倒 接着就自顾自去寻找食物了 公园管理员说 雄性大象经常为雌性而争吵 也许他认为这是头真的大象 需要展示自己的支配地位 新加坡近年来 正加大力度发展绿色建筑 在市中心的这座建筑是一家酒店 外墙被21种攀爬植物所覆盖 在新加坡普通建筑的外墙温度 达到了45摄氏度 通过浇灌植物的水 不但可以降低外墙的温度 叶子形成的树荫 还可以维持凉爽的温度 酒店内部的开放式露台 也有利于空气的循环 据悉 为发展绿色经济和减少碳排放 新加坡政府计划于2030年之前 将城市内的八成建筑 进行绿色改造 好 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 央视频以及今日亚洲的官方微博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